说到神秘的区域 大家会想到的是 美国神秘51区 那个地方有许多的 不明飞行物体出没 但俄罗斯也有一个 神秘的51区 这个区域也是有许多 不明飞行物体出没 那个地方叫做克麦罗沃 社长 对 其实你如果问外星米 说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离外星最近的地方 其实选择的不是 美国那个地方 是在俄罗斯这个地方 尤其我们在讲 不是美国 对 我们在讲说 离外星最近的地方是哪里 是俄罗斯的乌尔尔山区 我们讲过乌尔尔山区 很多神秘事件 通古斯报 大爆炸 对 很多 我们昨天也讲 危机物遗伤区都在这一块 对 那其实这个地方 为什么说离外星最近 因为很多的所谓的幽浮 经常在这边出现 或者说降落 经常经常 我们讲说最近一次是2011 2011或者是有一个 RT电视台 他其实有大力报导的一件事 当时在刚才讲的克曼罗沃 这个地方 有一个农庄的人家 这个农庄人家给各位看 当时八月九号 他报导了 其实这件事发生在八月四号 左右 八月四号左右 当时有一个他的女主人 叫刘伯虎 刘伯虎这边他老公跟 这边可以看到 他老公跟一只骨 我正在那个他家庭宴那个西 在那玩 玩的时候他在帮他老公跟 这个这只骨拍照 拍照 那结果后来他突然间发现 他家的屋顶 各位可以仔细看 他家屋顶突然出现了一个 不明的白光 白光 他起初以为是什么 这个女主人还以为是 他在厨房煮菜的时候 那个火忘了光 所以烧起来了 烧到屋顶了 他刚开始这样 所以吓一跳 后来仔细一看 不对 这是光 这不是火 这个光 你看上面像一个 原型的一个幽虎 底下还有两只像喷火出来 那种感觉 那他刚开始 以为这是光 以为这是火 后来是光 光后来他仔细一看 这个光会移动 所以他这个camera 就继续在跟拍 你看这个 另外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这个光后来移动 刚才是在屋顶 而且光 你看那个形状会变 会变 他这个光是从这个屋顶 后来他旁边这边有篱笆 顺着这个篱笆 慢慢慢慢走 可是社长 形状变了 对 他变形了 变形了 飘移到这个草地 所以刚才是幽虎的造型 现在变成像一只炸猛的造型 变成一只大炸猛的造型 所以就是说他瞬间之间 他连形状都会做改变 对 形状会改变 所以他后来他吓一跳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后来他讲了 以后村子里面 人都跑过来看 看了又 结果后来这个电视台报导 报导以后 当时俄罗斯的一些科学家 就赶到这边来 他们在 因为他们在观察 这个光一定有 有特别异常的一个现象 后来他们来看 他们判定什么 就是幽虎 是幽虎 或者说他有两种 一种是幽虎的变形 一种是那个幽虎 他们有讲叫 像电疆 我们现在看电疆 电视一样 电疆可以改变幽虎的一种 航道的一种东西 他们可能打下这种电疆出来 幽虎打下来这种电疆 打在这个屋顶这边 但他们去看 看这个草地 不是说 刚才有讲这个幽虎 有曾经降落在这个草地上 这个草地发生了一个 很特别的现象 第一个 这些草其实有被压过的一个痕迹 确实这不是光 它是有重量 所以草被压了 变形了 对 有能量或者有重量 把草压到变形了 第二个 这个草有烧焦的痕迹 烧焦 对 那表示有热能才会有烧焦 对 所以它不只是一种 所谓的光而已 它有热能 那广潮有烧焦 那第三是这个草地上 留下了 残留了一些 像油漬的那种东西 有种油的一种痕迹 但不晓得是不是跟我们地球上的油 那你意思说 就是有燃料的关系 所以才会有油漬出现 对 所以当时在报道这个事件 科技家赶过来看以后 一直觉得判定说 这个光 其实是一种布银的一种飞行物 其实是一种布银的飞行物 这是这个2011 那其实在2010 其实也是在西伯利亚 我们在讲维基姆 伊昌西这个地带 也是一样 刚才讲的 科沃罗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其实在当时2010 有一些大学生 他们去扎营 这个有拍成录影带 为什么他们在录影的时候 扎营的时候 这些大学生有拍录影带 在拍他们在扎营的过程 要记录他们录影的过程 结果拍 刚好这些人在盯 我们可以看这个影片 这些人在扎营 在盈盈的时候 帐篷都还没竖起来 盈盈 对 突然 因为他看到 有东西出现了 背景 对背景 那个天空 有不明的一种光 光 光体出现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光体 瞬间移动很快 你看刚才从左到右 然后马上又从右到左 从右到左 他瞬间移动很快 你看他移动的那个距离 我们这样看短短 其实在天空是很大的一块 一天距离 很快 而且他突然间可以消失掉 他突然间 你感觉他像穿到云层里面去 一下子又出来 所以这种 这种次数 他重复了很多次 可是在人类的飞行器上 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飞行方式 没有错 没有错 不可能这样子 不可能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飞机不会倒飞 左右左右 这么快的一个速度 不太可能 而且直升机要悬翼 他连悬翼都没看到 对 他一下消失 一下又出现 所以他跟拍这个录影带 其实跟拍这个光影 跟拍了很久 跟拍了相当久 所以这个录影带 在2010出现以后一样 也是俄罗斯的 可以去判定 说这个一定是幽默 它不会是 我们现在地球上 所有的飞机 可以造成那种现象 可能做到的一个情况 所以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 维西湖异常区 它的神秘地带 不只是昨天讲的 今天讲的 它也是经常幽默的光影 所以我都会参与一下